大劑,這集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唯有找書架,看看有什麼好說 沒理由說魏康,對吧 那我就... 為什麼我書架有這些垃圾? 我書架有這些垃圾 四開啦 咦? 這本很棒 嗯... 大家好,各位 剛才看到的影片,你看到我如何裝作 就是扮想說 紀沙弗梅 那本 Jesus the Jew 我就突然間 玩玩而已,剛才錄的影片 其實我早就想說 由於這次講一個學術話題 平時我錄影片的人,尤其是YouTube那些 其實我很介意我會錄得太長 但是這次呢 因為都是講學術的 有興趣的人才聽 反正都是 所以我就... 沒什麼所謂 我一直說 所以有時候我沉氣一點 又或者是講得慢一點,你不要介意 因為我不是經常講這些話題 對不對? 因為我想說這個話題就是 早前 上個星期 紀沙弗梅 一個很出名的學者 就過了新 我已經在野教二文錄 錄了一集 就是講他和四開古卷 但是內容 就是有關學術界 但是內容其實是不學術的 因為只是說發生一些在學術界的事件 是沒有學術的 事實上是 這次真的比較學術 我這次想講 紀沙弗梅 對於耶穌研究的貢獻 不如我 假設你有聽過耶教二文錄 所以我由頭講起 紀沙弗梅 他是一個相當出名的學者 他最有名的研究就是有關於 耶穌 四開古卷 以及第二世紀的猶太人歷史 因為他修讀了一本 Emil Shura 一本很重要的書 這次我不說 我只是說耶穌那筆 他是牛津大學 歷史以來第一位 Jewish studies professor 是一個大事件 是一個很豪華的位置 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本來 是一個天主教徒 他是一個 猶太裔的 匈牙利人 他在六、七歲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受診 成為一個 天主教徒 他整家都 因為他的父母 覺得 他的小孩 作為猶太人 當時是很重的 反游情結 在歐洲 所以他覺得 如果那個小孩 將來有前途 他成為一個 天主教徒 即是受診 是會有幫助 所以他受診 後來他十幾歲的時候 他出去了讀書 讀神學 他在神學院讀書 那時候 那些納粹軍 打到匈牙利 捉了他父母 所以他父母 是被那些納粹軍 因為他們反游 我不用說那些 你也知道 是被那些納粹軍殺死 在集中營裡面 然後他走難 他很幸運 幫他受診的神父 在後來 他長大後 其實是成為了主教 所以那些納粹可以協助他走難 又很願意幫他 據他一些訪問 其實那個神父 那個主教 都是保護一些婦女 幾乎被人強姦 挺身而出的時候 被那些蘇聯軍 射殺 射死了他 非常可惜 Anyway 這個Vermash 真的被他走掉 那段時間他做了神父 他說是一個嚴肅的決定 但是順便 做了神父 又有機會讀書 所以他成功拿了他的博士學位 他的論文是寫四海古卷的 但這次我不說寫四海古卷 其中一個學術上最重要的貢獻 就是寫了一本書 在1973年 不太記得了 就是我剛才在片段頭 我家裡有一本 就是那本 其實是一個三部曲 除了那本 還有其他 但我這次想說這本 也是最有名的 這本 叫做Jesus the Jill 這個書名 就是說 耶穌 猶太人 耶穌 是common sense 誰不知道 耶穌是猶太人 誰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在現在 大家都知道 一些很出名的書 例如 我最喜歡的耶穌研究學者 John Mayer The Marginal Jew 這是common sense 誰不知道 現在就是 但是在七幾年的時候 其實不是 所以這本書 就是當時 相當重要 現在我們看 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在當時的人 眼中 就會覺得 咦 是的 其實耶穌是一個猶太人 當然 他寫這本書 也是和他的背景有關 為什麼我剛才說 他的背景 他經歷過 一個很長時間 反猶 他本身是猶太人 他是經歷過劫難 所以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其實 除了他之外 整個學術界 都有一個 對於猶太教 有一個新的反思 重新 重新想 所以 其實在那段時間 有很多 重要的研究 都是 看回新約聖經 和猶太教之間的關係 因為之前那一代 把猶太教和新約聖經 即是基督教教會 看成一個對立 基督教最大的敵人 就是猶太教 他們是這樣了解 但是 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即是反猶 屠殺猶太人 之後 很多的學者 和當時的思潮 其實就是同情猶太人 所以 在那時候很多的學者 包括 例如我之前有錄片說過 E.P. Sanders 他研究猶太教和寶羅 寶羅神學之間的關係 他就說 這些猶太人 你不要當他們 經常想他們是壞人 經常幻想他們 想靠著行為得救 他們不是這樣想 他們都能明白什麼是因典 比較正確的 E.P. Sanders 那本書籍 好像1978年 不應該是1979年 不應該是1977 即是70年代尾 都是那段時間出的 《Gizal Firmash》這本書籍 是1973 不應該是1974 《Jesus the Jill》 我講少少 耶穌研究的歷史 這本書籍 我忘記名字 我先按一下 這本書籍 這本書籍 是Gizal Firmash 那本書籍 講到耶穌研究 Historical Jesus Research 其實最初 對這本書籍 有興趣的人 現在一本書籍 是H.S. Rimerus 他活躍在第18世紀 其實他寫的書 在他死後才敢出的 是他朋友幫他出的 他生前不敢出 就躲在一旁 那本書是極長的 在他本書裡 為什麼不敢出呢 因為他又說 耶穌死後沒有復活到 不過就是他的門徒 就打了他的屍 到處跟人說謊 或者說那些 怪不得他不敢出 這個結論 現在那些學者 都不太接受 即使是新派 不信耶穌 是無神論的學者 都不會這樣想 但那就是由他開始 他之後 陸陸續續不斷有很多討論 有些學者寫書 在他們心目中 歷史中的耶穌應該是怎樣 這樣 陸陸續續去到大概 1900年 有一個人叫Albus Weiser 是一個很出名的學者 他又拿過諾貝爾和平獎 因為他本來是學者 後來做了醫生 去了全教 其實跟他怎樣看耶穌 也是有關的 因為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類似的 在這本書裡面 真的是一本奇書 他就起底 他就 summarize 在他之前 最重要的 曾經寫書 包括剛才說的 Rimeris 和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人 就是 討論過歷史中的耶穌 曾經做過Historical Jesus Research的人 他就討論這些人的著作 但他又不是純粹討論這些著作 他還興建那些人的底 就是說 他什麼時候出生 他在信仰上是怎樣 有沒有回過教會 都起了那些人的底 現在起底就容易 上Google 找人的名字 打個名字 找上照片 也可以 上Facebook 看人blog 但在他那個年代 我真的 在幻想 他怎麼知道這麼多東西 究竟 因為那些人 例如Rimeris 都不是跟他同一個年代 差很遠 一個十八世紀 死懷戒 十九世紀 他怎麼知道他這麼多東西 真是奇 不過Anyway 他就起底 然後就討論 那些人怎樣說關於耶穌的事情 他最後的結論就是 他在他之前的這麼多研究 那些都不是歷史研究 他說那些全部都是垃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對那些人的生平 再看那些人怎樣形容耶穌 他就發現一件事 每個人都形容耶穌 像他們自己一樣 所以其實他們就不是說耶穌 不是說歷史研究上的耶穌 他們只不過說到耶穌 像他們一樣 例如他們 對於 其實現在也是 那些社運 那些 有些基督徒 把耶穌說得好像一個社運人士 是會有些傾向 他說那些人 作為學者 這樣的研究 其實是不合格的 那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研究 他就拋出了自己的研究 他說之前那些人 都不注重 還有一件事 就是耶穌是很看重末世 這件事 你們都完全沒有說過 所以他 我不詳細說史懷節 將來可能有機會我再說 但是他就很看重末世 他說耶穌整個的 ministry 就是和末世有關 所以史懷節他本人也很注重末世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他的生平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估計 這件事也是影響他 為什麼就是 放棄了他的學術 然後跑去做醫生 因為他沒有讀過醫 他從頭讀起 一個老人家 搞這些事情 很辛苦 三十多歲 搞這些事情 所以他讀了醫生學位 然後去做宣教士 因為他覺得這些事情 其他都是事前才 事業如困土 他真的覺得末世快近 所以真的去做一些 他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一個這樣的人 他寫完這本書之後 批評過之前那麽多人 他又拋出自己的說法 這本書是影響深遠 據很多人說 有些人不同意 但據大部份的學者說 他說在史懷節之後 其實是有50年的no quest的時代 因為他批評得太厲害 在他之後的人看過這本書 所以那些人可能會想想 看完他說話之後 我沒有補充 還有 隨時我再去 觸碰這門科目的時候 其實 也是走進史懷節 他之前說過的問題裡 不知道怎樣搞 所以沒有太多人 其實也有些人 但是沒有太多人 再加上這個時候 在德國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叫做Rudolf Boltmann 他是一個重要的神學家 他也研究新約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提到那些 form criticism 我也不多說 但是他覺得 透過看聖經去知道 耶穌是怎樣的 他覺得幾乎是完全不可能 他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他的神學觀裡 這是一個聖經的問題 他覺得 看聖經是不能知道 歷史的事情 而且在他的神學觀裡 他覺得 從歷史的角度 就是不可能 從神學的角度 在他的神學觀裡 他覺得是不必要 他覺得 耶穌只要知道 他死後復活 便足夠 他之前做過什麼 其實不太重要 所以 聖經有這樣說 但是 對於 建構你的神學觀 他覺得 沒有必要 你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去鬥 所以 又不可能 又不必要 所以 根本不需要去鬥 這樣 他 也非常重要 所以 這段時間 沒有什麼人去鬥 這些事情 但是 後來 有一個 他的學生 叫做Ernest Casemann 他在一個 學術會議 公佈了一篇文章 很出名 叫做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這個 其實就是 Rudolf Bergman 一個學生 在會議裡 很多其他人 都是Rudolf Bergman 學生 討論 Bergman 有關於耶穌的觀點 在這個文章裡 他提到很多 我不詳細說 其實神學的 我也不太明白 但是 他覺得 從神學的角度 他覺得 Bergman 這樣說 耶穌生平完全不重要 他說 不能夠認同 他說 如果你是建構一個神學 然後把 耶穌的歷史性 例如他做過什麼 把這個 的 aspect 你完全抹走的話 他說 很容易就會變成 好像早期教會的 一些幻影說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他說什麼 但是他這樣說 另外一個項目 他說 其實也不可能 透過看聖經去 找出一些 有歷史根據的細節 他提出的其中的一件事 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去聖經 找到一些東西 它是一些細節 例如耶穌說的話 或者他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像 基督徒 不像基督教 的事情 也不像猶太教的事情 一些獨特的事情 一定是來自耶穌本人 因為早期教會 那些人是基督徒 早期教會也有很多猶太人 所以如果他們是 作出一個故事 然後寫到聖經 作出一個故事 他作出的事情 要不像 教會 即是基督教常見的事情 或者是像 猶太教的事情 就像這兩種 實中一樣 如果兩種都不像 那便來自耶穌 有多難 這就是後世 即是其中一個的 討論 後世的人 叫做 the criterion of double dissimilarity 我將會再講 什麼是 criteria 這些事情 影響他那一代 很多研究耶穌的學者 但是有個問題 那些人拿著這個原則 去看聖經 然後抽取一些東西 然後說 這個就是耶穌 耶穌就是這樣 根據這個方法 找耶穌出來的人 你出來的耶穌的結果 一定不像基督徒 又不像猶太人 不像一個什麼的人 因為他的方法 是這樣的 就斷定了他 弄了一個怎樣的耶穌 OK 這樣 但是 他理論上 抽空而言 他這樣說 是成立的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 歷史研究的角度 從結論來說 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在歷史時空中 怎會有一個人 跟基督教和猶太教完全沒有關連 怎會有一個這樣的人才行 對吧 所以 他的 理論上可行 但是 結論一定是不對的 另外一個影響 就是為什麼我會提到 這大段 他提到基沙弗耶穌的貢獻 就是 很多那段時間 去研究耶穌的人 他們完全忽略了 耶穌是一個猶太人 剛才我提到的 dissimilarity 他們根本不是在找那些東西 對吧 所以 當 這個基沙弗耶穌 他反過來這樣想 他反而覺得 你要找出耶穌 耶穌是一個猶太人 他不是猶太人 是中國人 難道是一個鬼佬 沒有理由是一個白人 他是猶太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你有什麼理由去看其他地方 所以 他就從這個出發點 他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 Jesus the Jew 所以 就是影響深遠 那就是 突然間 那些星經覺 是 他是一個猶太人 你要了解耶穌 你要了解 如果你看他的書 他怎樣去說這件事 我自己也要看著書 因為他 他怎樣去說這件事 他就說 他就認為 耶穌其實就是 猶太教裡的一種 特定的猶太人 他就叫做 Hasid 這個字是來自希伯來文 Hasid 這個Hasid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 好像沒有翻譯 我也不知道怎樣翻譯 英文好像沒有翻譯 好像叫做Hasid 其實是一些猶太教裡的聖人 有時候會做一些神跡 和上帝的關係很緊密 是一個非常愛主的人 透過這個角度 耶穌就是這一類人 他就說 在很多猶太教的文獻裡 另外在Josephus Josephus相當早期 Josephus就是來自第一世紀 幾乎是和耶穌同期 和新約聖經同期 另外在Mishnah Mishnah Mishnah 都相當早 但遲過耶穌 最早期的傳統 可能是公元第二世紀 在那個時候開始成形 另外有Telmud Telmud 更加後 第四、第五、第六世紀 可能是最後的傳統 也有的 主要是這幾樣東西 在這幾樣東西 找到裡面有兩個人物 在這些著作中 經常看到 耶穌很像這兩個猶太人 首先 第一個叫做 Honey The Circle Drawer 即是畫圓圈的 Onias 或者Honey Onias 他說這個人 根據拉比文學 有個神人 他祈禱很厲害 當他求雨的時候 上帝不聽他說 他發脾氣 他在地上畫圓圈 然後他站進去 然後就說 如果沒有雨下的話 我不走出來 即是玩大 好像那些高登仔 賭罪 即是搞大事情 然後真的下雨 下得他不滿意 然後他說 下不夠 不下大一點我不出 然後就下很大 有這樣的傳說 他說這個人 就跟耶穌可以 例如 命令風雨 那些特質 有一些關聯 又說他跟Honey The Circle Drawer 也有提到 他跟上帝的關係 非常緊密 他說耶穌就是這一類人 當然也有其他學者提出反對意見 例如我相當喜歡的John Meyer 他指出 Vermesh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他把這些故事 那個年份有些大意 當他討論到這些人物的時候 他隨便把早期的故事 然後混合了一些後期的故事 他說你這樣混合其實是不對的 你應該是撇除後期的 那些 因為那些是經過嚴重的潤識 對於你了解的歷史 是未必有幫助的 即Honey這個人 應該是來自公元前第一世紀 可能會比耶穌更早期的 但是那些著作 說到他怎樣 就不代表 說那個人在第一世紀是怎樣 可能會加了很多東西 例如你看Honey the Circle Drawer 如果你看Josephus 即是最早期的著述 即是來自第一世紀 跟耶穌同期 其實在Josephus 裡面 只有提他很少 只是說他是一個 討告 上帝會聽他討告的人 即是當他求語的時候 上帝會 答運他的討告 他就說 如果你這樣說 那就不算是神職 只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敬虔的人 他討告的時候 上帝會聽他的討告 這個跟神職是兩回事 當然去到後世的時候 加了很多潤色 我剛才說的有畫圈 搞很多東西 真的有一點神職意味 另外一個記者 在他的書中 他拿來跟耶穌比較的人 叫做Hanina Bendoza 這個Hanina Bendoza 根據猶太文獻 是一個神人 比我剛才說的Circle Drawer更厲害 這個人厲害 他的祈禱也是很厲害 例如裏面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的兒子病 他派人去 他的學生 派一班學生去找Hanina Bendoza 我告訴他 不如你幫我兒子祈禱 他在討告的時候 他發覺自己說話非常流利 他就覺得 上帝應該應運了我討告 然後 他剛剛說完 那些人就記下時間 然後 回去見他老師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告訴他 他的兒子在什麼時候 就好 就跟Hanina Bendoza 討告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在聖經裡 耶穌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 另外 有故事 在Telmuth裡面 就說Hanina有一天 出夜街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危險 突然間碰到 一個叫做Queen of the Demons 就是 魔鬼中的女王 然後 Hanina Bendoza 禁了他 好像玩Facebook 即是Block 另外 有說 他曾經在討告的時候 有蛇咬他 但是 神聖的龍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隻蛇 死了 然後 有個故事 我現在最搞笑的 有個女人 他建屋 不知是裝修 不記得 他很晚是建屋 他就建了一條橫樑 就 建了出來之後 他才發現 他的房子 就闊過他的橫樑 他擺不到上去 因為不夠長 他就去找Hanina Bendoza 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 這個Bendoza 他說了一句話 就說 OK啊 你回家看看 他 那個女人回家 就發覺那條橫樑 就凸了幾寸出來 就可以掛上那個房子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神人 這個 John Mayer 他又指出一點 他說 首先 Hanina Bendoza 完全沒有出現 在Josephus 裡面 Hanina Bendoza 理論上 是來自第一世紀的人 就是跟耶穌同期 這個真的是 這樣 他 但是 Josephus 是完全沒有提過的 OK 最早出現的 都是在Mishnah裡面 最早都是第二世紀之後 這樣 在那裡提他 其實也不算是什麼神跡 因為 只是說他的故事 就是他怎樣為人討告 當他 討告得很流利 說話很流利 不是好像金德寶食羅斯 他就知道 上帝那一次是會聽他的討告 如果你就這個故事來說 他只不過是有少許預言的能力 是不是 那就不算是神跡 他不是有些能力可以依人 不是幫人按手 他是有一個為人討告 他能夠預知到結果 就是去到這樣 至於剛才我說的 他怎樣趕鬼 趕走那個Queen of Demons 令奧橫梁長幾寸 那些 那些就來自Telmwood 那些就比較後期了 那些就比較後期了 距離耶穌 起碼到四五百年了 這樣 他就說 這些故事實在太遲了 你隔了半個世紀 不是半個世紀 五百年 是五個世紀 他隔了很久 他就說 你看這些 早期的 也不是他說得那麼神奇 所以如果你把這些人 這兩個 Hanina Bendoza 和Honey the circle drawer 如果你撇除了那些很神奇的神跡 只是在很後期的 那些拉比著作裡面才有的話 其實他們也不是 真的那麼神 如果他們不是那麼神的話 你撇除了那些神跡 你拿耶穌和他比較 可以比較的點 就突然間少了很多 所以其實很多學者 對於 他這本書 Jesus the Jew Gissat Vermesh的說法 其實也有些挑剔 也不是完全崩潰他 也不是完全同意 但是那個大方向 就是耶穌是一個猶太人 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 很多人 現在的學者 都是同意 覺得這件事是非常正確的 當然也有例外 例如那些Jesus seminar John Dominic Crasson 他就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但是 我就不看了 我覺得那些是不正確的 我覺得耶穌是猶太人 最簡單的 我覺得是常識 因為我看不到有什麼好爭 這就成為了一個風潮 不是說透過 你要了解新約聖經 或者了解耶穌 你必須要了解猶太教 猶太文化 猶太文獻 例如死海古卷 那些 現在已經是一個常識 例如 我幫他寫文的夏達華 言道中心 他很注重這件事 就是推廣這個說法 就是說 一個好的神學研究 一個好的色經研究 你一定要了解猶太文化 他推廣這件事 所以我非常支持 我幫他寫文 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現在出來 其實 在推動這件事 在70年代 這個記者 居公自衛 非常重要 是非常早 他已經開始這樣說 這樣 我們現在覺得 是常識的事 其實在他那個年代 不是 是由他最先提出 所以其實是 一件相當有型的事 好了 講過超過半小時 差不多了 有機會再跟大家 講一些比較 學術的話題 下次看看有誰死了 死了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再見